你們身為台灣人感到驕傲嗎? 呃 我不會特別覺得驕傲 很驕傲 驕傲 驕傲 蠻驕傲的 我覺得蠻驕傲的 驕傲 我... 可以算是吧? 為什麼還是有猶豫? 感到驕傲這件事情 跟哪一個國籍的沒有什麼關係? 驕傲 我... 還蠻驕傲的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東西都很好吃 物價也很便宜 台灣人的地域風情很好 然後自然也相對比較好一點點這樣 因為我們隨便一個路邊攤都很好吃 哈哈哈哈 其實我才剛從美國回來 就是大概在美國待了一陣子 然後我每天都很想念台灣的食物 嗯... 例如呢? 例如就是珍珠奶茶、鹹酥雞啊 那些的 我覺得有一點很驕傲是 因為我們是亞洲第一個 同婚是合法的國家 所以我感到很驕傲 人權的部分 然後除了食物之外 除了食物之外 可能是我們可以投票選總統 然後可能相較於 可能臨近的國家來說 我們又比較... 我懂我懂 很兇 等一下就在那邊剪掉 不用不用不用 就在台灣可以講這種話 哈哈哈 對呀 台灣的驕傲 台灣的驕傲 所以台灣的驕傲也是言論之一 為什麼你沒有感到驕傲? 我們都只是在做每一個人 平凡人在做的事情而已 沒有真的那麼優秀或是特別 研究領域方面 因為我之前也去過幾個 就是不同國家的大學 算是交換 然後做研究的交流 那我其實覺得 台灣人在做研究上其實蠻嚴謹的 而且也很認真 就是我覺得不會輸國外的人 甚至有時候看國外的研究流程 其實好像可以說是不拘小節 但是某些控制 或者是某些在研究上面 流程就沒有那麼嚴謹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研究 應該是可信度蠻高的 我們有民主 然後也可以選擇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自由 然後可以決定自己命運的感覺 我覺得很好 地區上面我們台灣很小 所以移動上來講也比 比如說大陸 或是美國來講來的方便 所以我們的地緣的移動也比較方便 然後如果想要獲得更多資源 也比較稍微比較容易 治安相對來說比較安全 就比如說腳踏車好了 其實不太會被偷 然後機車鑰匙你忘了吧 別人會好心的幫你放在前面的籃子裡面 並不會直接把你的摩托車給騎走 因為這相對就是還蠻 就是跟國外比起來好很多 比較有愛心 對比較有愛心 對有時候蠻熱心的 就可能遇到外國人 可能溫度啊 或者之類的 其實有時候可能是 可能跟他講在哪裡之外 或者有可能會直接帶他過去這樣 對 我覺得Wi-Fi這個東西還不錯 對 就是外國好像其實沒有那麼發達嘛之類的 台灣Wi-Fi就是到這在哪去 公車站也都有 對公車站都有 公車上也有 對 對很方便 然後食物很好吃 對食物很好吃 珍珠奶茶很好 對 我常來喝飲料 台灣還有夜市 夜市其實 就蠻多可以逛 可以吃啊 可以玩啊 我覺得台灣好的點是 台灣人對外國人蠻熱情的 食物吧 感覺國外的東西比較沒有這麼多原話 台灣的東西真的蠻多 蠻有吃的 台灣人是 就是你問路的話 台灣人是會比較理你的 去日本或韓國的話 不然你會講日文或韓文 不然其實 然後 不好的點是 台灣人有太嚴重的那個 政治的一些傾向之類的 嗯嗯嗯嗯 對 他們不太會理你 台灣 有哪一些方面 你會覺得比國外好 因為BOSS 我比較不清楚 國外的文化 台灣歷史 其實很複雜 光是台灣這個名字 或者是這個國家的定義 其實在這個島嶼土地上面 都有很多人有不一樣的想法 所以或許 也是因為有這樣子的多元的想法 我們不會很一致的認為 我們對於台灣的想像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很喜歡這片土地 這片土地上的人 大部分都很友善 然後我也很喜歡這裡的文化 應該說台灣人都會講說 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 然後不得不否認 就是台灣人真的蠻有人情味 在學校好了 你叫他車倒了 如果不小心用倒一排 然後其實路人其實都會過來幫忙 對 在譬如說我們的產業 台積境就是一個讓台灣很驕傲的地方 再來是 我覺得在台北有很多的資源 然後譬如說我想學法文學什麼語言 我都可以找到這些資源去學 我在法國旅遊的時候很容易遇到爬手 可是在台灣其實基本上不太會有爬手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讓人很驕傲的地方 你自己是一個特定的民族的族群 本來就會有一個自然而然的認同感 美食算嗎? 美食 當然 然後對文化的接受度 民主制度 對於言論自由 非常的發達 這樣子 你們會敢轉一個上面寫靠外台灣的品牌嗎? 會 會吧 但是要有設計感一點 會 會啊 如果出國的話一定要穿 有啊 我之前留學的時候就會特別穿有台灣 圖樣的東西在身上這樣 我會把它想要當成禮物欸 你說送給外國人嗎? 對 因為我覺得有些外國人會喜歡穿 我有個朋友他PO個信 就是他在歐洲某個國家 然後他就發現有一個就是歌手表演 他的海報上面就穿了一個就是台灣的衣服 然後是某一個廟的什麼什麼什麼工這樣 叉叉工這樣子 但是感覺可能外國人會覺得啊好酷 就讓台灣人喜歡穿衣服上面有英文的字 但是自己不會穿 自己可能不會 好 嗯 應該會穿 蠻酷的 我可能就把它當作紀念了 也不會特別穿出來 你可能會送給人或是收集 也許吧 也許吧 對對對對 幾年前看到有一個品牌在印尼 叫靠我愛你 但是我沒有看到有靠我愛台灣 所以後來是我自己製造 然後我送給你們 謝謝 不會 送給你 喔 謝謝 因為我襪子 走走好 不過送給你一個靠我愛台灣 就是用英文的襪子 真的嗎 對啊 那我有一個禮物給你們 上面寫的 Damn I love Taiwan 靠我愛台灣 送給你們一個禮物 Damn Damn 就是I love Taiwan 這是你們的品牌嗎 這是我的品牌 送給你一個上面寫的襪子 謝謝 小禮物給你 你不會裝 但是你可以送給朋友 上面寫 Damn I love Taiwan 就英文的靠我愛台灣 然後我要送給你 小禮物 OK 謝謝 一個小禮物給你 喔 謝謝 謝謝 很快吧 很快